一臂死在异乡 女大生母亲接获消息的时候 情绪失控崩溃大哭 可是永远没有办法原谅凶贤 要求要一命长一命 女大生母亲她说 她希望见到杀害女儿的凶贤 因为很希望知道 自己女儿死前的最后一刻 是什么样子的 是希望这个凶贤背叛侥薪 那么就可以让她知道 被勒死的感觉是多么的难受 那女大生的母亲她也痛批 为什么学校这么迟才通知她呢 她说她表示 女儿在28号晚上 大概是8点40分的时候失踪 同学联系不上人 并没有告诉这个母亲 而是在11点左右自行报警 但是台湾大学却到29号下午3点 才通知她女儿的死讯 女大生的父亲则是痛心地说 本来是计划要到台湾 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 没有想到第一次来台 却也是最后一次 感慨地说以后不会再来台湾 这是一个伤心地 也懊悔自己让女儿出国读书 谁但关心台南的这个长荣大学 女大生遭人强掳杀害气势 嫌犯看准这个地点位处偏僻 而且灯光昏暗 因此埋伏随机掳人 其实在这起命案前的四周 嫌犯就曾经要强行掳走 另外一名女大生 被害人当时是挣脱顺利的逃出了魔掌 不过女大生当时以为是二作剧 警方也表示她没有报案 也因此错失了逮捕嫌犯的敌史机 下午2点50分左右 发生了一起规模7.0的强震 目前已知土耳其临近镇央的伊兹米尔市 有20多栋的建筑遭到震垮 至少20人死亡近800人受伤 此外方面则传出萨摩斯岛 有两名青少年被倒塌的墙壁压死 海今日发生的规模7.0强震 除了其更遭地震引发的海啸冲击 有当地网友在推特PO出影片 只见大量的海水灌入了民宅 港口边更见有船只被冲上了码头 联系记者黄晴 好片 这个月29号成功向西太平洋发射了一枚 没有安装核弹头的一泳兵三型洲际飞弹 相信情形连线记者廖伟红 一位博弈业者带来庞大的商机 法新社报道 全球押注每选的金额 已经超过了两百八十五亿元的新台币 英国博彩集团主管更表示 这一次押注金额比2016年的大选还高出一倍 相信情况连线记者陈耀琪 我们事件持续延伤 美国一家保守派的媒体更独家爆料 说目前有一位共和党的议员 手中握有的爆料证据 都已经确定了真实性 只不过拜登却始终没有正面的回应 这场造势上还大赞 儿子韩特是很聪明的 然而近期韩特又被爆出 曾在一封电子邮件当中 自称是中国华星能源的执行董事 甚至要求要报销大笔的费用 第二波的武汉自然疫情 肆虐全球之际 台湾已经连续两百天 没有本土病例了 三十号美国CNN大篇幅的 介绍台湾的防疫成果 另外日前 意大利媒体也刊登专闻表示 相对于靠独裁控制疫情的中国 实施民主的台湾 才是全球最不受 武汉肺炎疫情影响的国家 相应情况 联线记者陈瑶琪 为了推广T大使 未来制造者的计划 化身人形宠物猫拍摄宣传影片 影片一处引起网友热烈的回响 相应情况 联线记者黄晴 好 渔民无见好 以及朱孝天组成的男团F4 19年前因为出演偶像剧 刘新宇爆红 团体减散之后 睽为青年 四个人在三十后 在江苏卫视合体现场 重现经典歌曲像是刘新宇 第一时间音乐一下 让全场情绪沸腾 粉丝们是尖叫声爆棚